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继续收看全日总结环节 身边的嘉宾 换了在研究部的国际分析员 王永先生在旁边 Raffi 你好 继续和大家跟进 股市收市的情况点数表现 上证指数 今天有一个急升 升43点收市 失报2051点 深圳城指升227点 收报7820点 护心三下指数上升56点 收报2243点 三大股市全线上升 升幅方面介乎在2.16%至2.99% 最终受到内地股市方面 由于央行有个放松的举动 从而刺激到内地股市做好 其实这个利好消息 都带动到港股的洗头 都见到恒生指数 好 今早来说 反而有个低开的情况 低开过百点 日中最多跌119点 低位见过22,913点 其后因为内地股市的上升所带动之后 咬妖道升 最多升86点 高位见过23,119点 但如果由宏观翻成 整日来说 变动又不是很大 最终升49点收市 收报23,082点 成交金额 急升到714亿 国企指数升108点 收报10326点 和Rafi谈谈谈 今天讲股的情况 似乎一些强势板块 好像在豪赌股方面 终于都要吐一吐气 可能都是关于大行市 成也败行 败也败行 一些暢谈 如何看回港股 今日的势头 有什么部署 或者是点数 要留意一下 留意港股来计 其实的确实 还是比较窄 虽然曾经到升过 但你看到今日内地的市 其实升得这么夸张 理论上说 港股应该都没得 港股85点应该都不合理 市面上的四十几点 五十点收 其实我觉得 就不是说 叫做太有明显的方向 但是你可以很少地说 就是成交的确实是大一点 又出于楼上 看看明天后来计算 成交能不能保持大 之外 市能不能有一个突破 所谓的突破就是 23,200楼上 其实挺少这个位置 因为这一阵 无论是升红跌也好 其实不离自己之前说的环区 226至232 这些大概800字架 或者怎样上落 只要一天来说 这些位置都未正式叫做 升穿或跌穿的时候 其实大市 我相信暂时都不算太方向 好的 在港股方面的分析 我们一起 都和大家看看 一些蓝筹股收市的表现 好 我们留意一下 营光幕上面 汇控今天升了两毫半指 收报在86元 中移动上升5毫 收报77.65 中国银行 没有升跌 收报3.43 工行升7先 建行升7先 港交所升3毫 收报127.2 国寿方面升4毫 有邦步升跌 收报38.3 腾讯方面升7元 收报527 另外金沙中国 跌了4% 跌了2.65 收报61.85 长实跌3毫 新地升2毫 狗仓跌2毫 中海外升5毫半 华智地升4毫4 中海油下跌2毫 以止继续有下跌的情况 中海油方面 跌4先 中石化升7先 昆仑能源升6先 中海神华升2毫半 只收报21.95 中海上跌2毫半 先讲一些表现差的板块 浩赌股方面 亦看到有大行报告 很出奇 好像长谈他 摩根大通就发表了报告 提到澳门博彩股 在过去6个月 因为急升 已经充分反映了应有的估值 建议投资者说在业绩期间 应该减持相关的股份 所以看到今天领跌的蓝筹 好像看到有银行娱乐27号 最终今天跌了有5.5% 跌了4.5% 今生中国也不例外跌了4% 如何看回浩赌股呢 如果以浩赌股来说 很少见单人有这么明显的跌势 最主要都是受到影响来说的 大行的所谓唱淡 当然你说问到未来怎么看呢 其实我觉得这样说 其实整个行业发展都仍是正面和健康 但唯一一个问题的确是 基数这么大 未来还有没有大升 或者是增长明显 很难去判断住 所以反而我觉得叫做一枕一枕 今天最主要来说 借一借个势 叫做个明显的调整 因为之前那一枕 整个豪赌板都没有开 可以说没有调过 所以只是今天适当地回回少少 但是暂时这样看 如果27号来算 看大廿天线75元左右 看看短期来算 能不能叫做跌不穿 如果这位置可以叫做11柱的时候 到时你又轻轻才去拿一拿货 都可以 但是现在这个价位 我建议整个豪赌板 暂时股猛为主会好些 好啊 我们这题都看看 就是很多股方面的情况 先看到银行娱乐 今天跌了超过半食 澳博跌7牛指 跌幅3% 收报25.25 三额邦压跌4.9 跌幅超过4% 另外永利澳门跌1.8% 跌6.5% 收报34.9% 金沙中国跌4% 美高煤方面跌幅显著 跌成埃近7% 跌2.3% 收报32.65% 势头不是太靓 平均跌幅有3-4% 说完表现参差的板块 看看今天有个板块也不错 终于轮到它升 内房股方面近期都没有消息 但现在有看回 内房股方面 一些房产税 其实酝酿了很久 但是现在的进程 有些消息说到 是慢个市场预期 换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见到内房股 也有个抽升的情况 如何看回 一直都叫大家可以hold住 688方面可以跟进一下 升2.6% 收报22.05元 1109方面 升超过2% 去到19.62元 反而二三线的内房股 就升得比较多 好像容创中国 编号1918 都升至超过7% 去到4.99元 今天急升有什么部署 以内房来计算 之前也说过 不是太差 但当然之前那阵就悶了 最主要是市场不是太重 即是重要的焦点 变相没太多钱 就炒下去 形成那阵就偏弱 但的确也说到不是太差 以整个内房来计算 在去年股价不算太好 但变相实质的销程 仍然是挺理想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相对是落后 变相之前也说过 有机会追回少许落后 今天叫做成番 就是下午也公布了 即是有些部长也说到 内地方面的房产税 是预期的程度比较慢一点 变相一慢 大家也知道 这个政策未必那么快 下一次出台 有人对内房的打压性 未必来得很明显 形成整个板块 今天立即叫做抽回上来 而且另一点 就是关于内地流动性市 因为始终昨天开始 看到内地有些大规模的业回购之余 更加前日有个SLF的举行动做了 变相整个流动性 叫做舒缓和放缩 的时候 都对内房资金面 比较紧的行业媒体有个帮助 暂时我觉得仍然可以看得好一点 例如6800来算 这一刻突破21元 百合流上的时候 我相信短期有望挑战 接近22.8元 谢谢这方面的解说 另一个板块 今天表现了两例 还有中资的券商股 看到6030 今天跑开出来的 升幅方面有10.5元 收布在19.62元 最主要是业绩快步方面 看到人 跟进回 年占52亿人民币 按年升有23% 其内营业收入 有达到161亿人民币 按年升超过3.7元 业绩理想 最主要看到 2013年的下半年来说 明显带动2013年的上半年差的情况 可以重复 所以大家其中望外 非常开心 都带动到 这一个板 其他股份表现做好 暂时有什么要留意 会否都可以衷敬其他中资券商股 都可以有这样的成绩 的确 以券商股来计 其实几时都说 不是看得太差 但之前那股弱 最主要都是收回浪地有事 拖累 但今天来计 浪地市要做好些 之外 以终讯的业绩来看 初步快步来看 都比较理想 特别以细节上看 虽然去年看到 整个浪地市 不算太过弱烈 刺激传度不算太过强 而且新股也未去到重启 但对终讯来说 都有这么明显的表现 其实几乎 就是在借赖方面 其实做得挺不错 形成这一点来计 我相信 对其他券商股 都有差马的作用 但我是否每个都可以考虑 未必是 如果变相来计 我觉得中资 仍然比较好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仍然厚 而且以计算面来说 其实暂时突破了20天和50天线 站稳19.5%楼上 我觉得都是挺不错的 如果只要10.5%这位置 人手得稳 我觉得可以看上去 大概21.5% 留上这些数据 做短期的目标价 好,谢谢Rafi 很感谢你几个版块的详细分析 节目时间差不多 都做新报 说这么多股份 有没有值得拿着 都没有 谢谢Rafi 全日直播的环节 就差不多 多谢大家收看 重溫我们节目囊 可以留意《财经台》网站 网站www.bschannel.com 明天同样时分 9点半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